胡人还有没有机会啊 胡人现在肯定还有机会 下一场比赛你放心 一定能赢 这场比赛 我感觉裁判是有所收敛了 裁判上来是吹的 吹的是波普波特 让他俩身被大量犯规麻烦 以为这样做就足够了 足够值得胡人赢 结果胡人赢 因为你要上来 就吹约齐两次犯规啊 太明不长脑了 那你这么整的话 那舆论估计也不可控了 但下一场比赛 你记住啊 一定这样的 下一场比赛 胡人赢他肯定提前 也心里做好准备 就是打约齐 约齐打不到四分钟 三四分钟 就是人两番 第二节刚一登场两分钟 再身被一番 整个三分场约齐出场时间 在十分钟以内 不能上场 让人约齐 这样一来就容易赢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这系列赛 干到这个阶段 胡人赢已经非常被动了 0比2落后 即使还是无论如何 不能再死守 胡人赢是必须赢 一旦败了 0比3落后 那历史上都没有奇迹的 你翻不回来了 七场四层 这哪有那么容易翻呢 那一支球队 手感不可能说 始终在线 而且胡人赢他整体实力 原本就比绝境队弱 下一场计算是一定会赢的 下一场计算是一定会赢的